女團的特色是這部電影 是揭發一個騙人的集團 其實我們不想入女團 純粹進去做任務 角懷鬼胎 最後才提醒 最後就有這個動作 我們的角色是要不懂跳舞 明明他們跳得很厲害 但還要扮不懂跳舞 這是否最大的難度 是 因為會很不自然 所有東西比我想像中順利很多 可能我有時候會混亂 或者我不太知道 如何在這五個角色裏 去做好自己的崗位 而且阿Lo很好 因為他是做很多功課的人 他會看一套劇 他會看到類似這個情況 不如大家都看看 我們一起看看 看看我們可以在這部電影中 可以學到甚麼 再放在我們現在的電影中 Alina比我想像中更加喜歡演戲 我一直都知道她很想走演員這條路 對演戲的要求 她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我感覺到她對自己的困難 所以我看到你這麼困難 我都不可以鬆懈 但你已經每次都200% 你不可以再開場 你這樣弄得我要推到500才可以 不 因為你很警惕 我覺得你的認真 令到我都知道 就算我多累 我都不可以懶 即我都不可以懶 明天很累就算了 明天那些電影就不要看了 都要做好功課 拍電影最大的挑戰 就是皮膚狀態問題 因為巴德經常說 你想想 如果你這麼大的螢幕 你有一顆暗瘡 大家都會變成不是一顆暗瘡 是一顆很大一餅薄餅的暗瘡 所以叫我 阿哥 你一定要皮膚很好 你才可以有資格拍電影 這件事真的控制不了 我記得拍《假冒女團》 是我2021年皮膚最差的日子 是不是大了 你很忙 是最不夠睡的一個月 所以我希望皮膚好 我唯有她都自然地不能做到這件事 Heidi 她的角色比較大家姐 她不夠大家姐的時候 我們就把她比較小的東西 浮誇地做一次給她看 即是給她一個氣象 很記得第一次唯讀的時候 讀完之後 她們都說 你很不像一個大家姐 你這個狀態是很悶的 就是那個風格 你這個語氣 你練不到別人 別人不會相信 所以也下了很多苦功 特地找戲劇老師幫我 握補一下 形體上 或者聲音上 如何再像一個大家姐 因為這次我們為了一部電影 都特地要準備很多東西 例如我們要去學功夫堂 或者排舞或者錄音室 這些都跟我以前做的東西很相似 經常都要一群女孩很嘻嘻哈哈 在排舞室裡很長時間練 很相似 以前那些東西 你拿在目的 對 剛剛以前組合的時候 對 回來的那些青春 想起《造星3》 就是大家一起去創作新的東西的過程 因為那時候阿祖也教得我們很好 你真的要無私奉獻 你才可以一起有最好的東西 就是不要說電影還是什麼 其實做人都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要這樣看才會美好一點 大愛 我有想起自己《全民造星1》 那種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感覺 因為這次在這套電影裡 其實我的角色 雷子晶是一個不懂表演 亦沒有興趣表演的人 但是也要眼著頭皮去上個舞台 這個內心的感受 都好像《全民造星1》一樣 就是我不會唱歌 但也要唱歌 那種勇氣是很大的 所以一定要靠不同的人去推動自己 例如《全民造星1》的時候 有隊員去推動自己 就是他們去推動我 他們點醒我 原來要完整個比賽 實力不是最重要 其實是跟隊員之間 有多想… 信任溝塗 對 是的 我記得林敏充那一場 因為我們全部人一致排開 聽他說話 因為他類似一個導師 或是一個老闆說話 但他每一段時間 可能他也有一支即興的爆肚 但那個Shark是在拍攝我們的背後 喝得很辛苦 後來他們聽到一些攝影師說 很明顯看到那些女生 你們的肩膀在動一下 忍不住笑的 但幸好也不太好 譚哥是超級… 超級像一個… 哥哥的模型 即是他很像我一個… 很照顧我的大哥哥 因為… 跟他對那幾場戲 其實他是給了很多推薦我 他幫我排了很多次 其實都在化妝間裡面 然後… 而且他很主動地問我 你剛剛出道 是不是很害怕 或者… 他很搞笑 即是他會很直接說 你看到我這些大田伯 是不是會很緊張呢 我以前… 即是他這樣說 他以前出道的時候 都經歷過這個感覺 他很明白 他給了很多方向 他教了我一個… 做喜劇的節奏 他說喜劇如果你覺得好笑的話 其實不是因為對白好笑 那麼簡單 其實是因為節奏 究竟你應人的速度有多快 你在哪個位置應 才是一個… punch 位置 令觀眾覺得好笑 我心裡有多快 我心裡有多快